欢迎收看全新播出的国会最前线 我是许中江 民进党政府上台后 积极推动转型正义 其中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 去年通过出审后就没有动静了 许多高龄八九十岁的政治受难者 等不到迟来的正义相继离世 为什么蔡政府全面执政 过去白色恐怖受难者还等不到平反呢 外界质疑市民进党消极 是为了中央政府总预算等重大的法案 避免朝野激烈攻防 所以暂时搁置促转条例 那要等多久呢 能敢在年底前三读通过吗 国民党永远都会认为促转是在追杀 那是不是就不用促转了呢 还是政府部门也在阻挡呢 国民党统计戒严时期没收人民的土地 共有270多笔 公告限值达到310亿 促转通过政府必须返还 这是不是会动摇国本呢 如果这么瞻前顾后 人民选出了民进党执政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今天节目中我们都有详细的探讨 介绍来宾 在我右手边第一位是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家青 大家好 还有民进党立委徐志杰 大家好 在左手边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请大家平安 还有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理事长蔡宽玉先生 大家好 那么另外还有激进党副秘书长林春妙 主请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这民进党政府上台后 那么有多少人是等不到这时来的正义呢 我们透过图卡过去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个政治受难者呢 包括的这个叶荣光这个老先生还有陈梦和苏有鹏 还有崔小平以及陈晴等等这些过去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呢 没有等到这持来的正义帮他们返还民欲 其实我们知道的在民进党政府上台后 其实这些老先生老太太过世的其实还更多 没有等到 来请教理事长 这个我们说过去你们遭遇到什么样的这个政治的迫害 让你们这个整个的个人跟家族名誉受到损害 那现在这个促转条例实时没有通过 原因是什么呢 啊 啊 就是说这个中期二位八至八十凉部 这个时间等到了40需年 这段时间 这个比正 Lots 百恰的人 稍有万贡 这个目前来说 这个因为动案没有完全公开 也没有改变 所以核实的所谓不清楚 但目前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就是 法务部在立法院的报告 说这个受军事新增的案件 非军事新增的案件 2万9千空四十九 中民三万人 所以香港有人就这个所谓 在推论是十几万人 但世界上这个案内 不一定全部政治案件 包括其他的军事案件 行事案件 当时这个2,05年 郭宏波向阿边总统 做一个政策的所谓 是两所是这个 这个政治案件受军事新增是1万6千2百三十个 其中1百四十二的 所以这是一个所谓 所以这是一个所谓 在2012年 这个保障基金会有办这个专门政议的六室 专门政议的六室 专门政议的专门 保障基金会向国监索 专门政议的专门政议 一共将近2万四千的案件 所以目前有三个版本 但我们通常是以2,055年1万6千1百二十四的作为这个专门政议 还有一个就是保障基金会 就199半年生日后13年中间结束 修理的案件是8千的案件 所以在这个8千的案件内内 是因为只有这个所有的所谓的一半而已 这是经过用这个所谓来说明 这是有记录的所谓 如果没有记录就不知道 可能是绝对是这9千9万的人 这些人有的人可能是没有原因 或是说其他什么原因 你让人按一个罪名 可能就让人害死 或是说让人打到可能有战斐 或是怎样 这他过人和家庭的作物 可以说是很悲惨 这种情形 我们目前为止到现在 这些人的名誉是不是都没有变换 这个因为我去三个例 第一个例 古案 这个 烟天 这些人 这个时候 比代宝 近前 他都没有 在都没有 在都没有 那都没有 这几天 为他们十五侵 抓去 他们十五侵 刚才是一个小孩 做下来 所以 他抱那个小孩 在江学地 跟他们老爸比代宝 然后 比判西营 生日后 他 判五年才放回 这是一个例 以前一个例 就是 高雄 这个 李武中 他有参加共产党的组织 当时 杜梦 杜梦 杜梦期间 我们为他 二人 三人 要求 赞助 这个 杜梦经费 所以 他 这个 比代宝了 他的 二人 判十五年 但他的三人 判西营 但这个 中间 这个 这个 三人 叫李孙法 在高雄 开一间 大幼唱 大幼帮 在台湾 有一间 四站楼 的家 当时 保密局局委員 就把伯母住 就因家族 放在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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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布棚 你住 这个 我跟你说 这两个 实力 是 我知道有一部分 最近 感染于 做六科案 的调查 在六科案 这个调查 里面 中间 这个 比代宝 是200 几个人 中间 三十四个 判西刑 但 有十九个 孩子 不算 棍子 心盼 但 去了 保密局 留在那装 六页 中间 最近感染于 去六科 做这个案 的调查 时 有 几十个福利 这个 出生园 当时 六科案 三星 是 军队包围 他们这家庭福利 都有抓来 被刑固 是 被枯子 受过 是 李市长其实所举的例子 真的是 成千上万的案例当中的一两例 那这些人在过去白色恐怖所遭遇到的这个迫害 那么导致他们个人已经家庭呢 其实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那这种情形到现在 我们说期待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 促转条例能够通过 能够帮他们平反民欲 但问题是 目前这个促转条例 在立法院出审通过之后 就没消没息 就没有再动弹了 那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想请教这个委员 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部分到底是 目前是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为什么会在出审过后 就没有再有进展了 我想这要给大家报告 其实促转条例 在我这个本身这个条例以外 很多工作都要再做 进促转条例 因为我们立法院已经一度通过 还是委员会也深测通过 现在我们立法院的习惯就是 深测通过之后 要再政党协讯 所以现在在这个政党协讯的过程 譬如说我们和不一样的政党 他这刚好 这是政党协讯的油点点 就是说 你的油点点如果有消灯 他不去签你也不能出 所以政比较麻烦 就是说我们政和不一样的政党 在这些交通 当然我们政台下 提到这个促转条例以外 我们还有这个 人权博物馆组织设置条例 这个部分 譬如说我们也一直积极的努力 例如说台湾已经提供这四项 第一项是开放政治档案 刚才我们的前辈所说的 这个政党案 你要让我们完全开放 我们可以查清楚 这个政党案 也已经出委员会了 也是要在政党协讯的 这个所在要卡在那裡 再来清除威权象征 和保存这个不义遗旨 不义遗旨在我们之前 一般人的眼中就是台北京米 还有台当力度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我另外还补充一下 台北京米最多 它差不多是到九千人 台当力度最多是三千人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洪山 我们洪山民德信念班 最多在冠国一千五百的人 以上 这很多人 以前在我们洪山这个地方 我们都叫做 这是一个海军关分的地方 早期我们的议委也是都这样 不然我们把它查清楚了 发现说 这在白石空母的政党 那个地方 也关于差不多一千五百的人 所以这个部份证 其实文化部 在这个人权馆 我也希望可以均完成 这已经成立筹备处了 这应该近年有机会 就是台北和台东绿岛 这样有机会的成功 那个成立 OK 我以为你所说的就是立法院 可能因为朝野这个协商 没有办法时间上很快速 但是时间拖了一年多 今年底12月10号前 有可能通过三毒吗 所以我刚才说 就说是 很难受 我们有需要继续打拼 就说包括这个司法 冤狱的 包括这个不当党产的 其实很多工作 属于我们不是没在做 也一定有一定的进度 当然就是说 在这个进度当中 政党协商属于我们的困扰也没错 例如说政党协商 你包括这段时间 现在明年都要搞了 当然 以上一定要过 是 以上如果没过 你整个国家都没得胖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先后顺序 所以就是说 因为你看 只有前瞻条例 应该七八月 跟国民党这样 摸两个月 都为了这 要在耗时间 所以就说 类似这种 事务要快过 没有你国家没得胖的 这些 这些就一定要摆在头前 所以这个 这个政党 政党这些 这些处产条例 其实我们 也很希望说 我们要快过 OK 所以优先法案排第36案 都还不见得能过就对了 坦白讲我不见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是我们总是要积极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 我那天也跟国民党说 要跟您 拜托一下 您国民党 类似 每一次政党协讯后 他们现在 党团来跟我们协讯 要协讯后 协讯后还没准算 这等于说 他们现在群龙无首 我说你们现在五党 就做党主席了 不然你也说 拜托 你们自己党来 可以协讯一下 OK 所以他们立场也有可能 变来变去 以前王金平院长 跟我们老科 我们的科总招 在协讯的时候 就两个大概都可以凝聚党内的共识 是 所以协讯的时候 大家总是说 有一个春秋 你们要面子 我们要理智 或者是我们要面子 你们要理智 至少你总是要给我们 在野党 什么东西 是 但是如果在国民党 他们自己 都没有办法凝聚出 这样子的共识 是 所以每次在政党协讯的时候 现在协讯的时候 他们协讯的时候 还没有做什么 说这样是要跟我们 跟我们好好地去讨论 OK 因为一般大家都觉得这个 国民党应该都是会反对促转条例的 只是说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外界其实也质疑民进党来民右 外界觉得好像民进党自己也不是很急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出现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卡在立法院 他现在这个会计是生意上 生意上 你看一百二十三十六例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很可惜的是说 这是川宁文总统 在今年他118月时 他答应说 要把这个立书董案 全部来还原 给社会台重灾嘛 因为立书董案 这么重要的部分 他在促转条例里面 要还原 你要引力 有相当的罪行 所以 有一个强制性 所以我们 我一直觉得说 民进党现在最重要的 要尽快有这个案件 因为这是促进整个台湾 中国民主法典 很重要的一个旗席 尤其他刚才这个刹理寺长 那些说的所有前提 都是在历史档案的部分 要去还原 查清楚 每一页去审视 可是现在问题是说 这些历史档案 能不能公开 所以蔡英文总统今年的宣誓 已经拖了一个会期 因为他本来说 上个会期就要通过 现在拖到这个会期 所以我觉得很可笑 民进党有很好的机会 所以那个档案 不能够公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 是还在保密的阶段吗 对 还是在保密阶段 中式的档案法 对啊 你像新店 他有一些档案集的东西 他就用一个白杂给你打起来 到关键制的时候 他给你打起来 你不能去拆它 是 因为你一拆它就犯法 所以 蔡英文总统还说 那三万多页要全部拆开 让真正的阳光照进来 是 所以处传条例很重要的部分 除了这个以外 有很多受难者 已经过这么多的风 包括出来理事长 我跟他实在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他都在奔布 这个奔布 这个奔布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都已经奔布了 所以有时候 我在教会的时候 学习这个阮美书 他替他的爸爸的阮朝日 过去担任过这个 台湾新生部的总经理 因为过去帮助 过去日本时代的海外的人 海外的兵夫 回到台湾 因为这样的阮谷 他会被判刑 他在黑鞠鞭 法座的时候会被判刑 他都不再看过他的爸爸 甚至是买了 就买他去看资料 这次他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都一直觉得他爸爸失踪 因为你找他老爸 这个故事这么多 包括陈琴 日前这么过世 为什么 很多阮问诫的人 觉得很高兴 很难 你追求当然 这些年轻人 觉得很难 因为 他的女孩 刚才出事就让他抓一遍 抓一遍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 省公委会 把罗资罪名 他女儿进去的时候 是跟烟毒犯关在一起 人家一直嘲笑 你带一个女孩出去 把我们贴麻烦 我们大家要生 他有一些更有良心的良心犯 要省热水 让他洗女儿 因为女儿还没满月 就被抓进去了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故事是不计其数 我自己在读台文史的时候 台文書的时候 我设置一个白 设背声工夫 才在书肯案的时候 已经有眉目出来 我自己都看到老眼睛 晚上设置的窗 都老眼睛 我出身国民党的家庭 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让我最大的震撼 所以我在说 这个事情很重的部分 是因为 这是一个专行政议 台湾已经 民进党已经第一次这一条 对 因为相当的厄力 我也希望蔡英文總統可以冠軍去做 因為包括創立理事長 包括很多受難者 你們大家都說平反平反 他做名是要掉的 他要輸掉他要不平衡清白 他的背秀要平衡的都沒有 只有我們在日報的時候 現在是說補充而已 不是背秀 應該要去背秀 不是叫做補充 這是平衡的一個功德 所以你看到日報的時候 立屆總統包括麥英九 包括李定輿都在老眼睛 老眼睛有露雄 整行人清白有露雄 所以是民進黨這個會議要拚一下 給台灣人民的希望 尤其我們現在看到台北需要一個威權象徵的 中正紀念堂的時候 其實台灣不需要這麼偉大的東西 這都要給他拆讀 讓台灣自由的方法可以冠軍一賣 已經阿民總統做不到 希望蔡英文總統做不到 對 的確這個說起來 過去都是一個悲慘充滿血淚的故事 那為什麼時間過了這麼久 還沒有辦法幫他們平反名譽呢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這個促轉條例呢 其實它有個修法的主要任務 第一個就是剛剛明友所提到的開放政治檔案 再來就是清除威權象徵 保存不義遺址 再來就是平復司法不法 還原歷史真相 還有促進社會的和解 再來就是處理不當黨產 只是說在開放政治檔案的部分 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 還是沒有辦法鬆綁呢 那難道是因為現在所謂的 個資法的這個限制嗎 那這些人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是不是因為可能 加害者當事人都還在世 所以必須要保護他們呢 來 崔廟怎麼看 我想要大家提出一個事情 因為我是從那個 我是從南非大學來 在那裡有很長期的 白人的政治 來競爭到黑人的社會 很長久的一個時間 那當中已經政權 已經專門過去的時候 他們要開始建立 要開始來做專行政議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的 從南非憲法的法定 他們的大福官 跟他們國際行政法 他們的收拾檢察官 Richard Goldstone 他剛才說過一句話 他說時間是定人 不是朋友 所以我要提醒民進黨的委員 就是說時間是沒有要等這些前輩 因為這個事情很重要 我們也看到 這三四十年來 已經有這麼多的前輩 因為這些事情 已經沒辦法繼續等下去 來過心 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蔡英文總統 他要建立的時候 他也特別去說 專行政議 是他要進行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台灣有 包括的是 我們後來有一台要打的客艦 或是說 我們平常是 我們會去遇到的一些關聯 或是什麼都沒有去改變 都要求是 留在以前中華民國 為權體責的那種循環裡面 你這個東西 他一天沒有去排除 就像你說的那個問題一樣 為什麼說你 國家當然 政治當然沒辦法開 因為有的人就會去討議說 這是我的 當然 因為他怕 如果出來之後 他說他怕他是 撤白了 還是說他 他怕他那時候 沒辦法承受 承受 太痛苦的 那個 就 然後 然後 就把他的 同伙把他造出來 這種事情 其實不是他的問題 可是這種事情 可能對他來說 都是很不堪的事情 對的確 當我們每年在紀念228的時候 那這個 不管是歷任的總統 來歷任總統都去道歉 但問題是 道歉了半天 我們始終沒有看到加害者 這真的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只是說 在這個 剛剛川普沒有提到 時間是轉型正義最大的敵人 這些 這個受難者 真的已經沒有時間等待 他們都已經八九十歲了 來嘉靜姐 這個部分 我們說民進黨會不急嗎 怎麼會有這種情形 那這所謂的 國家檔案法 為什麼到現在 228都已經70週年了 這些檔案 還沒有辦法公布嗎 其實民進黨 從上到下 大家比誰都急 去年我記得在3月的時候 總統 小英總統 蔡英文總統 還沒有就職 3月還在黨部裡面開會 就這個促轉條例的版本 要怎麼樣 讓他完備的趕快送進立法院 總統自己親自 召集了會議 開了好幾次在討論 就是希望給他完備 趕快送進去討論 那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當然在野黨也有在野黨 想要主張的內容 我們也予以尊重 但是就無非希望說 如果他們想要把原住民 把慰安婦 然後把時間擴大等等都好 不同的議題 通通要納入促轉條例 也不是不行 但重點是要趕快進入 實質的討論 這才是關鍵 才是正辦 所以到今年228 蔡總統在228的紀念活動 上面的時候 也特別宣示希望說 在今年的這個年底以前 我們所有的檔案可以解禁 可以讓所有的人 清楚的看到說 過去我的祖先 我的老爸 我的老母 甚至是我自己本身 回到那個阿伯 這個阿伯後邊的過程 資料到底是什麼樣的 佳琳姐這個公開檔案 是也要必須修法嗎 這個公開檔案 它要有一個法源的依據 現在沒有法源依據 來幫他做一個解套的時候 很多行政部門就說 那與法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公開 那這裡面 當事人如果要來申請 調閱這些資料的時候 有些資料他會牽扯到 第三人 第四人等等之類的 那你如果沒有一個 法案做一個規範的時候 怕又會引發其他不必要的這個 又回歸到立法院 怕有第二次的傷害問題 那但是今年其實4月5月 那個立法院蘇嘉全院長 分別也把草野 包括時代力量啦 國民黨啦 親民黨啦 跟民進黨 大家都出來 還有一次協商說 一世也過了 委員會也過了 現在就是回來至大會嘛 那大家有什麼意見 就在二讀的時候 願會大家一起講啊 不要在那裡 一直卡一直卡 一直卡下去 永遠不會有進度嘛 所以 對上會期4月5月協調兩次 又繼續拖來到這會期 老實說 我也很優心 我也很期望說 今年12月退職 世界人權日的一天 對 看有辦法 讓我們台灣早期受到迫害的人 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給他們一個辭來的禮物 可以把這個法案通過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 政策的 這個管理 不管是保障 還是保障 對 不管是資料 公開 解密 這都應該讓 當初他們有一個機會 讓他們一個管理嘛 所以 這個我們 我們還會持續在努力 當然卡在前面的 包括說一例一修 勞基法的修改 包括這個 因為總預算也復委等等 甚至年金的法案的修改 這些都很急迫啦 那我只能在這邊語重心長的說 這個案不是只有民進黨的案 這個案是台灣 每個人的案 所以其他政黨 大家也必須要 共同來面對現實 對 我今天如果 阿別說 我照民進黨的 70的人搶手 68的搶手 這樣就過了 問題不是這樣 大家就用一種 非常強烈的杯葛方式說 你們連促轉條例 都要這樣玩嗎 那 這樣子 社會輿論又會開始了 國民黨會說你們是多數暴利 但是這會不會 這是一種理由嗎 當然智傑委員等一下可以來回應 也就是說 現在各黨的理由 到底有哪些呢 包括這個追溯時期 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國民黨是認為要追溯到日本時代 要到1895年 那原住民還要追溯到400年前 這合理嗎 先休息會 馬上回來 好 促轉條例在去年出審通過之後就沒有動靜了 那這個條例如果完成三讀 會將在行政院設置一個促轉委員會 兩年之內要完成推動開放政治檔案 清除這個權威象徵等等五大事項 那草案當中也訂定了一些法則 如果說你是有規避或拒絕妨礙調查的情形 可以處最高30萬元的罰還 是可以連續處罰 那如果你是毀氣或損害隱匿這些政治檔案 是可以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我們看到那行政院也要設置一個促進轉型委員會 那包括這個主委副主委共九人 任命是由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 適用的事實是民國34年8月15號起到 80年的4月30號止 那目標是兩年內完成初步的報告之後就解散 有關這個轉型正義的這個職權規範促轉會 調查就通知要求機關團體事業或個人陳述說明 或是提供相關的檔案 那也可以派員調查勘驗或是委託鑑定 那保存部分必要時得臨時封存檔案或證物 再來協助部分如果遭遇抗拒或是為保存證據 得通知陷阱機關協助 來請教市委員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促轉條例的這個設計 就是說它的配套包括我們說這個政治檔案 必須要有其他相關的這個解密 那再來就是說現在各黨的立場到底如何 國民黨要求要追溯到1895年 原住民說要追溯到400年前 這到底是這個其實目的是要去卡這個促轉條例嗎 還是說他們的利潤真的有道理 其實這張是大概三黨不一樣的意見的一個經歷 就是說我們民進黨現在的版本就說對威權時代 國民黨時代才開始算 國民黨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全都在清算 現在國民黨自己拿的版本是說對日本時代開始 日本時代那時候有慰安婦 現在就說慰安婦呢 這所有的背上我們政府要成功背 背後政府還帶衛去找日本特 這現在國民黨的主軸訴求在這裡 原住民 他不是說我們現在很尊重台灣的原住民 但是我們現在原住民他們的版本是說 要從400年前開始算 所以這樣子有時候你真的是處理不完 剛才佳慶說我們總早說拿民調的減 要沾清掉的冠 所以就說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可以處理的 我是覺得有分 剛才原住民的國民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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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利 但是我們現在沒辦法所有的事情都是中處理 所以我們在看就說對威權時代 不是公佈才在處理 所以這是國政黨大家意見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我在說 我也很希望這個地方可以經歸 其實我們也都很急 但是就說 剛才說醫生、頂頂頂 或是說我們這個處理 常常要像無前三條例這樣 要這樣全部控制無接頭 兩黨還這樣對結 或是說還拿氣球灌水在那裡 這到底有效果沒有效果 但是我也覺得國民黨有可能跟你們配合 對 現在就提出這個理由 說要堆塞到日本時代 這個事情有辦法完成 實在是 我們還可以進行交通 所以其實我剛才在說 我也希望國民黨你們有一個主 有一個頭 郭忠祺你今天去做董主席 你會有批評 今天你郭忠祺如果說 那都是董團裡面自己自由交通 交通到沒有協商 你都沒有效 這樣協商一百倍也沒有效 所以就希望國民黨他們說 郭忠祺你現在既然做到董主席 不然你也拿出你的批評一下 說有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參加 看到有什麼低限 大家可以參加 那政治當中的部分呢 對 政治當中的 這幹嘛不需要調查協商 也是要的 因為政治當中跟這個處产條例 我們現在都是已經通過 已經都出委員會了 就是說我們立法院的定署 有的一讀 再來是委員會 委員會參與之後二讀三讀 委員會參與二讀 有一個政黨協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出委員會了 現在就停在政黨協商這 還卡在那裡 立法院坦白講我們是要努力 當然我們也呼籲國民黨 可以有一個投出來整合意見 那趕快把這個案子可以通過 通過之後這個政治檔案 如果一公佈的時候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要先多一份諒解 我們到時候比較不會去誤會 有的人真是競爭成競爭 不然他會很辛苦 對這個政治當然 如果公佈之後 是不是會造成另外一部的人 可能會造成他故隱 可能還是說家庭頂頂社會 可能對他的無論戒 理事理你怎麼看 我們這個政治檔案 如果說公佈之後 是不是會有一些後遺症的造成 我是嫁來人 我比較了解這個方面的真相 剛才康委員跟林少爺所說的 這是過禮 怎麼說過禮 我們大家在那裡很了解 從這個政治檔案 因為三目之下 沒有一個綠體 結果生死了 就是說 對那種 救生不靈 救死不得 會那個 所以大家都會了解 比如什麼人看什麼人 沒有傷害 在那裡 所以沒有傷害這個問題 問題點 他 政治檔案不可以公開 有三多元 第一個 就是 主事者 什麼人要付這個主事者 比如說 目前檔案公開很多 出來 初判 扔 扔到頂頭去 整個就在批開判 例如說 開判 吸引的 案例不少 這就是真相知 這是第一件 第二 就是 辦案員員 因為這辦案員員 他為了 求公 求獎金 所以他當時 有一句話 零貨疏 一萬 不可以 錯榜一個 在這個政策之下 他 跟你騙作 這麼多 可以吃錯案串 所以 公佈之後 他要承擔這個歷史的執念 是這些人在做董 還有一個是檢基人 所以 政靈 來說 翁翁動案 做共同鼻孤 不理他 寄的電視 所以做他正規 例如這種問題 裡面 大家都互相 聽得體諒 所以這個政靈 剛才他們兩位說的 不可能三星 但是三星 就是三部份的人 這個是檢基人 那才是廢話 因為 所有 動案 受精采 他本身 也受盡 甚至 也被稱讚 所以 大家會了解 但是檢基人 那就是另外一個 為了獎金 為了公借 辦案人員 他 或是一樣 為了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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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高 領導改善 經過 軍法審判決定 當時 一心一下 在一下 核出的當時 直接 大筆一倍 出人為何不搶 我們很多 這個動案 譬如說 有個打五年 一十回市場 打十五年 一十回市場 這次 沒有獎金 所以目前 國民黨 他 在作動這個案 就是 不需要 承擔這個歷史 的設立 因為 為了 這個 這個 十五年 我拜訪 民眾黨團 跟 葛宗教 說三點 很久 這個 二十四年 我拜訪 國民黨黨團 四代力量 親民黨 所以我了解 國民黨他們的態度 你跟他們接受 因為國民黨 表明上是最大生意 他們東團宗教 國民黨 也出色 司機長 念慰酒 也出色 蔣萬安 也出色 台東安 四十分 他表示對我們的案 非常重視 輕支持 但他對正 兩部分 來說 就是說 比如說 清潮調查委員 有支出法權 他們有疑問 比如說 這個清潔委員 象徵 他人民說 這是清勝道政 這是國民黨的態度 實際上 他們是應該 過去他們這個 沒技能的問題 他們 沒有牽涉 主要目的是 所以他們的佐董 表現上 是真正義 實際上 古主理我們很了解 他這個情形 比如說 當時 這個宗教 跟 蔣萬安說 你是有法律的 你從法律觀點 來看這個案 蔣萬安表示 很漂白 說 他 沒有特別立場和意見 聽我都公開討論 歷史 歷史 甚至 中政黨 也可以討論 說得很漂亮 但實際上 古主理是不是這樣 我認定有問題 是懷疑 就表明雖然是說 支持來生存 但是可能是這個上 要是有很多理由 和舊口 要來做動 當然 明明有沒有要補充 包括 我覺得是這樣 他剛才這個 許智捷委員 議例很好 因為 對 1945年後 國民黨開始到台灣 所有到現在目前 危機都要去體責裡面 如果要去堆搜到日本時代 可能依照 中華民國的憲法 要先去中國大陸 先調查一遍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剛才創理事長 你講的時候 其實你的感想 國民黨 好像哭去的面子一樣 鱷魚的眼淚 為什麼 因為 他完全沒有站在一個 真正公益的立場 你知道這個 處轉會 他的運作跟黨產會 是不一樣的 處轉會 是要受立法的感動 他要立法 他通過說 你這麼好的姓王 我們通過 像檢察委員一樣 檢察委員一樣 我們通過才可以成立 不是說你發出來就發 他跟黨產會不一樣 黨產會是 行政院直接指派 對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不需要經過立法醫 對 所以 處轉會跟黨產會 規格是不一樣的 所以國民黨在這裡 原本就是在做文章 另外這件事 就是說 我們最近經常聽到 科技擁護的土隊 其實在處轉條例裡面 第七條 他如果調查下去 國民黨過去 他那裡不凡跟輕艦 包括連駕 他可能都會被掌握到 這些土隊 是不是要向台灣人民 這不一樣的土隊 包括公家機關 包括你自己做東來修養的 這裡第七條裡面 都相當的規定 就是你要表現出來 所以國民黨有相當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說 現在 民進黨都要表現出來的是什麼 他可以讓黨產會 落葉讓他通過 我覺得處轉會一樣的動力 要落葉讓他通過 就是說國民黨 他一定有什麼撇步 什麼奧布都出來 他就是不可以 剛才像許智傑委員說的 他要怎麼頭 他的新主牌 要叫民進黨把它打破掉 要怎麼頭 所以我是因為說 現在最好的時機 就是民進黨共的 現在 由東岸 由立宿的緊急 我們就誇金給過 我也希望 時代人要跟民進黨團結 誇金 給過 給這些 在這些受難者 跟他們的家屬 可以 目標看得到 真正公平正義 來到他們的眼睛 跟他們的家屬 跟他們的家屬 像國民黨 跟國友 跟不同的家屬 有法延遇去 現在黨產會運作最困難的是什麼 有時候母法不存在的時候 他怎麼調查 那這個母法 要趕快成立 跟他立宿一樣 他現在要炒案的時候 這個就是要通過那個母法 我們就用這個母法 趕快通過 真正還給台灣 一個民主公義的社會 對 促進轉型正義 當然人的部分 還有土地的部分 過去有很多 這個強占土地 當然人的名譽 必須去回復 但是現在 當然在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強占土地部分 現在黨產會都在進行 那只是公家機關 是不是也有 強占人民的土地呢 這個部分又該如何 如何返還呢 有人會覺得這是動搖國本嗎 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促轉條例年底能不能三讀通過 在受難者民運返還的部分 現在正在努力 另外還有強占人民土地的部分 根據國防部的土計呢 沒收的270多筆土地 限值310億 來請教嘉燕姐 這個部分我們的行政單位 各部會有沒有辦法做到 有人說是會動搖國本嗎 當然站在國防部跟這個 財政部的立場 他們的立場認為說 他們要捍衛他們自己原來 單位主義的這個相關財產 但是這些財產的來源 如果是基於因為 人民被這個政權 用不公正或者是不法的手段取得的 我認為即便時間已經過了70年 該還的還是要還 還是要還 還是要還 那所以這些東西 如果因為緩還 就會動搖台灣的國本 那我覺得台灣未免太脆弱 但我不認為這個說法是成立的 以台灣現在的體質來說 不管年輕的 不管族群的公民 其實大家對民主的概念 對法律法治的概念 都非常清楚了 所以過去不對的東西 你改行的你就行人 國家因為這樣 減一些土地 我覺得也沒什麼大問題 380營而已 我們就要叫國民都行 國家都不用行 是嘛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說 包括東三條雷 包括專行條雷 這都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那些部會會被抗拒 這個是為什麼一定要有條例嘛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政策的法律依固 這個 行政部門他就不能說 我現在你就沒有條例 你就沒有法律 我就不能 我們 禁止這些東西來執行嘛 你現在把政策通過之後 他就被迫一定要去執行 所以我是因為說 我們也是很希望說 可以看今年 可以這個東西 國民黨有什麼意見 快拿出來說一說 大家快說一說好 這第一步 一九十五年的部分 我們先做第一階段的改管 如果大家覺得說 這個部分處理後 很完美的時候 我們標示說 我們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是有能力 來真的恢復這個歷史的真相 受到佩下的人 可以在政議嘛 往前推的時候 包括日期時代 包括更進行的原住民 這個促進轉型正義的部分 我們也都在這一步 有的東西是優行的 有的東西是無行的 有很多東西是無行的 無行的 你要回顧他應該要有的名譽 有人已經過世了 七里子散 已經走就都不知道 他的土地 他的所有財產 走去對 甚至是人也都不去了 但是這個歷史不可以忘記 這是要把我們後面的驚慎 他說以前做錯的事情 以後不能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 有行跟無行的 兩個中大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這裡拜託 國民黨的好朋友 就是說 大家如果真的有 有願意要解決這些問題 你要包括日期時代 你要再包括更早進行的 這都可以討論 但是 一九十五年開始的先處理 這是第一波 對 如果這個就沒辦法處理 你是怎麼處理還要頭前的 這就是一個舊口而已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 共同 來給這些政黨一些壓力 對 共同就是要選擇 選擇更好 選擇更好 選擇到1895年來 理事長有要補充 現在你說 這個人民的財產的部分 因為這件事 我已經努力七年了 就是說 從日本第七次 第八次 這個第九次 在這個第七次第八次裡面 我們有提出 這個概念事項 人民管理修順 會有條例在四條的修正案 這條就是說 這個反正是 收軍事拆 拆骨 拆骨 財産無收窄 拆無罪 滴力 清救犯害 但這條的條文 是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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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條是 1989年 才通過 但1987年 這個概念要改進前進 已經立法年通過一個 國安法第九條 對 這國安法第九條 就是韓國安法 這些比喻者 提出享受 所以已經給我們方釋 不用有辦法 通 公 無罪 所以我們有七條文 我們說 凡是經過 這個保障基金位 深渣通過 法理保障者 海洋名義 在市場無罪 但這個第七次 第八次 一通通過 第七次 政黨基材協商 第八次 最后一個飛機 政黨協商 通過 但內事保不參與 所以有這段界定 所以沒辦法解套 是 但這個中間 有一個問題 在委員中間 一直說 哇 這個是承空法案 剛才說 動揚國本 但這個是一個架口 那是不去了解 實際上 剛才說的 277筆 的所有 的不動善 國本保護我 的清晰 很清楚 然後百分之九十九 保留在國有財產共 名下 所以 這是 政府擁有的 不增加人民 的 財稅負擔 所以 本來不是政府的財產 是人民的財產 你共大來 你海南共多 海南就好了 這不夠專業一個抽象而已 對國家財產 並沒有負擔 也沒有損失 對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這個月的時候 沒有這樣 一直就是 在拖 所以在這位 很強調 裡面 對 人民 自由權 財產 生命權 受損者 應於 賠償 所以在這個中間 我已經很明確 在這裡 是 所以這位國民黨 他表現成 說 你們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幫你 特別做條例 但以前 不用動案法 要是 清除威權 這個 你們不要拿去 另外做 所以我說 我們不是要償財 不是要財 我們要財 我們要承認 我們的情報 是 應該要受盡情 如果沒有盡情 我們死不完結 是 李淑昱說得很清楚 其實是有 人家的名譽 必須回復 人民的財產 當初給人家強戰來 也應該要返還 來 春廟 你的看法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來看 去年 去年就是 第九代第二 會期的時候 那時候通過的法案 有九十三案 但是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 國民黨一直在 北閣 還是說 提出很多奇怪的法案 也不是說奇怪的法案 他就是他們自認為 北閣的法案 然後一直 一直沒有去審 那個醫生 所以就是 一直在 阻礙那個進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會期到最後 是通過的多少案 因為 去年有九十三案 早前那個 副理事長有說 林威祖跟蔣萬安 都有同意這個東西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拿出來的東西 包括原住民的 轉型正義 還是說228的賠償條例 這樣我們都不是反對 但是不是說 什麼東西都一定要 插插做會做 還是說 比較盡就對了 我們東西要一項 一項做 說清楚 到處 到處